伊朗发布新式自杀式无人机 以色列成为主要目标 连美军都防不住的无人机 以色列该怎么办呢 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是卢中成 欢迎关注本期中成Talk 最近伊朗发布了一款先进的自杀式无人机 它可以攻击以色列沿海城市 比如特拉维夫和海法等 要知道特拉维夫是以色列最发达的城市之一 曾经是以色列的首都 象征意义非常重大 在伊朗和以色列之间 力量的天平在扭转 中东可能要变天 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 伊朗无人机对以色列的威胁 伊朗因为得罪了美国 遭到西方严厉封锁 已经持续了几十年之久了 然而伊朗近些年 却在现代无人机技术方面赶上了世界潮流 其实这还要感谢以色列的大哥美国 由于经常派出无人机对伊朗进行全方位的侦查 给伊朗提供了绝佳的机会 伊朗军方通过巧妙的干扰技术 捕获了美军顶尖的无人机 有人说伊朗是经过了高人指点 才搞到了美国无人机的 总之伊朗捕获了美军的无人机 这是事实 通过拆解以及逆向技术分析 伊朗拿到了美军无人机的秘密 并对美国无人机进行了仿制 由于没有研发成本 因此伊朗用很低的成本 就开始批量制造与美军性能差不多的无人机 在这个基础上 伊朗还不断对无人机技术进行了升级 加装武器模块等 一下子研发出了数量与品种繁多的各种无人机 就连俄罗斯都要进口伊朗的无人机 用到俄乌战场上去 可见伊朗的无人机技术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 因为由美国提供技术 伊朗的无人机技术 想想也应该差不到哪里去 再来说说以色列 仗着由美国大哥的军事保护与军事技术输出 装备了先进的战机导弹和防空反导系统 经常对伊朗部署在叙利亚的秘密军事基地进行大轰炸 搞得伊朗很是被动 好不容易花费心血部署的基地 三两下就被以色列给炸没了 虽然以色列不敢轰炸伊朗本土 毕竟伊朗那么多防空导弹也不是吃素的 但是这样的搞法也不是问题 一旦导弹基地暴露 那么以色列点穴式玩法 也会让伊朗功亏一篑 没有对以色列特别有效的反制武器 这让伊朗曾经十分苦恼 然而伊朗现代无人机的飞速发展 基本上解决了伊朗的苦恼 尤其是伊朗新发布的先进自杀式无人机 可以秘密部署到像叙利亚这样的国家里 再来个绝密飞行 悄悄发起攻击 等到以色列发现时 已经是生死时刻了 以色列很难全部防住 即使以色列有铁穷 但是那么容易 从一开始就并不是用来对付无人机的 别说以色列防不了无人机 就算是美军来了 无人机风群攻击 也会让美军非常头疼的 伊朗的无人机 已经成为了继导弹之后的 第二个有效攻击武器 可以采用不对称的战术 来打击以色列和美军 这相当于伊朗拥有了绝密武器 美军也有无人机 也可以出口给以色列 但是价钱不会太便宜 而伊朗的无人机完全是自产的 成本自然便宜很多 所以在伊朗与以色列之间 力量的天平正在扭转 局部优势正在偏向于伊朗 以色列很难用有效的手段全面反击 可能以色列真的没有想到 是美国大哥的技术帮了伊朗 近日让以色列可能陷入到灭顶之灾的危险境地 好 各位网友 今天我们的话题就聊到这儿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